刘邦将于姬后葬,为何要这样做?难道她和项羽都钟情于姬,真相被揭晓? 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一起畅游历史。 于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人物,她与项羽的爱情故事被后人传颂不衰, 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对手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她为什么要礼葬于姬呢? 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今天妙文史就带你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于姬原是一个歌女,但她却拥有过人的才艺和美貌,在与项羽相遇后,他们坠入了爱河,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最终分手。 于姬在分手后选择了自杀,以表达自己的忠诚和坚定,刘邦作为项羽的对手。 她在战争中曾经多次打败项羽,而在与项羽的决战中, 于姬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选择了自杀,这让刘邦深感悲痛和愧疚。 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够保护好于姬,也没有能够守护好自己的爱情, 因此她决定为于姬举行隆重的葬礼,以表达自己的哀思和敬意。 刘邦礼藏于姬的行为,反映了她对爱情和忠诚的尊重和珍视。 这种行为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尊重。 同时,她也成为了后人传颂不衰的爱情故事之一。 刘邦礼藏于姬的行为,是基于她对爱情和忠诚的尊重和珍视。 这种行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爱情和忠诚的重视。 无论于姬与刘邦之间的爱情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贡献和影响,为后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有一首诗是这样描述的, 立拔山西气盖世,时不利息追不是,追不是息可奈何。 于息于息奈若何,生荡作人结,死亦为鬼雄。 于姬和项羽的爱情故事,至今还被我们所称赞。 于姬追随西楚霸王项羽自吻的勇气,我想古今中外没几个女子能做到。 刘邦项羽都是历史上比较出名的人物, 他们两人为了争夺天下,斗智斗勇, 秦始皇霸气一扫路河后,辉煌一世的大秦国才刚刚开始营业, 结果在二世就走向了灭亡,当时的局面是非常混乱的, 每个人都想要登上那个宝座, 而当时比较有实力的人就是刘邦和项羽了。 而刘邦最后能够取得成功,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项羽这个人虽然也很优秀, 但是他个人心高气傲了,有点目中无人。 是他自己的性格最后导致了失败。 项羽的性格在他还是年少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当年秦始皇出游,项羽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能成为像秦始皇一样的人, 而刘邦却不同,刘邦是将秦始皇当作了自己的榜样, 他们两人从根源上的思想就不同, 也是因为这样奠定了他们两人后期的成货败, 当年的那场鸿门宴,范增就要求杀了刘邦, 可是项羽却不引起重视,甚至放走了刘邦, 这也正好体现出了项羽的自负, 而刘邦这个人可是很会做老好人。 数次对A项羽示弱,让项羽不自觉地放下了防备, 自古以来英雄爱美人,红粉赠佳人, 鱼姬一生追随项羽左右,跟项羽是英雄配美人,绝配。 鱼姬与项羽的爱情故事被后人传颂不衰, 也使得霸王别姬成为一段经典的爱情传说, 项羽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下, 做的该下歌,以短短的四句, 洋溢着牛气冲天的豪气, 蕴含着满腔深情, 力拔山西气盖时, 时不利息追不适, 追不适息可奈何, 于兮于兮奈若和。 特别是第四句《于兮于兮奈若和》, 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 兵败如山倒, 项羽被刘邦追至该下, 现任汉军的包围, 以致重判亲离, 唯独于兮不离不弃, 项羽知道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 他的事业就要烟消云散。 但他没有悔恨, 甚至也没有叹息, 他所唯一忧虑的, 是他所挚爱的, 经常陪伴他东征西讨的大美人于兮的命运。 他无限哀伤地唱出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 于兮于兮奈若和, 在这简短的语句里包含着无比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爱, 于兮也很悲伤,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项羽的累赘, 眼含热泪, 起而无见。 编舞编歌, 唱道, 汉兵已掠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一气劲, 渐气和聊声, 唱完后, 自吻身亡, 非常悲壮, 方箭流传, 刘邦锤炼鱼姬美貌已久, 但被项羽征服, 最后抱得美人归, 鱼姬的自杀, 让刘邦深感悲痛和愧疚, 他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鱼姬, 也没有守护好自己对鱼姬的这份感情, 他以礼葬鱼姬的实际的行动, 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哀思和敬意, 尽管项羽一直以来都是刘邦最大的对手, 而且多次险些要了刘邦的性命, 这丝毫不影响项羽是刘邦值得尊重的对手, 这就好比武林高手之间的对决, 缺少了任何一方, 另一方都会感到无比的无趣, 也许这就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所以刘邦也善待项羽最爱的女人, 后葬鱼姬, 还有一种说法是, 在彭承之战中, 刘邦的老婆吕志都被项羽抓获, 但最终项羽毫发无损地将吕志 以及刘邦的家人护送回到刘邦身边, 这也是刘邦礼葬鱼姬的一个重要说法, 在后世史书中, 也没有刻意扭曲丑化她的形象, 项羽当时没有为难刘邦的家眷, 都不视为一种英雄品格, 刘邦和项羽二人虽然是对立的关系, 但终究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情, 都有大丈夫豪情的一面, 要知道历史上很多帝王家眷都被敌人抢占, 结局都不会好到哪去, 正是没有相关的具体记载,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贡献和影响, 为后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刘邦和项羽两个人, 生命中都有最重要的女人, 当初项羽就抓走了刘邦的女人吕智, 可是最后吕智又被完好无损地给送回去了, 不少人还会纳闷, 项羽会不会将刘邦的女人吕智给玷污了呢, 翻阅历史资料, 我们可以得知刘邦的年龄和史皇帝差不多, 但是项羽就比刘邦年轻很多, 因此吕智这个女人, 其实也已经不是年轻如花的年纪了, 再加上项羽有美人鱼姬根本不会想着去触碰一个中年妇女了, 所以项羽应该是没做出什么触格的事情了, 至少对吕智不会, 后期的鱼姬为了不把项羽给拖累, 更为了自己不被侮辱, 他还上演了一出霸王别姬, 鱼姬的傲骨也得到了刘邦的敬佩, 在祭祀后, 刘邦还厚葬了鱼姬并且给项羽建立的公墓在史料的记载中, 也没有特别的丑化形象, 这一切其实都在透露着刘邦的宽和以及仁义之心, 不过项羽作为一个英雄, 他也没有为难刘邦的家眷, 刘邦和项羽, 虽然他们两人是对立的一种关系, 但是也都有人义的英雄情节在,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